哈迪他把这个东西说出来 他主要他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他主要就是讲说 其实你们华人不要这么抗拒伊斯兰 那么在华人的历史当中呢 其实也有出现过信奉伊斯兰穆斯林的皇帝 所以华人社会其实很早就已经接触了伊斯兰 所以不需要对伊斯兰感到恐慌 不需要对伊斯兰感到害怕 你不需要的 那么现在的问题 最大的这个问题是有两点 就是第一 伊党不代表伊斯兰 伊党只不过是以伊斯兰名义为首的政党而已 那么现在的伊党就认为 他们有完完全全对伊斯兰的权势权 那么只要你不认同伊斯兰的话 你就等于你不认同伊兰 那么其实伊兰跟伊斯兰是不能够划上等号的 两个是不同的 伊斯兰的存在超过一千年 那么伊党的存在呢 没有超过八十年 七十年都不懂有没有 没有超过八十年 伊兰的存在时间是非常短的 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呢 他只不过是伊丽莎而已 那么现在伊兰的信心膨胀到非常的快 因为律朝让他们信心盗满 认为他们就是伊斯兰 他们就代表伊斯兰 那么其他的人所诠释的伊斯兰是跟他们不同的话呢 就是你不是正版的或者是正统的伊斯兰 其实应该要区隔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马来西亚其他不认同伊党的人 并不是不认同伊斯兰 他们是不认同伊兰而已 就这么简单 OK 他们认同伊斯兰 但是不认同伊兰 只不过伊兰把伊斯兰纳为己有 就是说所有的伊斯兰都是跟我有关的 只有我诠释的伊斯兰才是正统的伊斯兰 那么其他人诠释的呢 都不是正统的伊斯兰 他想要完完全全的 把这个伊斯兰的话语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包括他也不把政府内的伊斯兰机构当一回事 那么他甚至包括哈迪奥甚至提出 伊斯兰就应该是一切真理的所在 那么其他的所有的这个制度 所有的法律所有的规范都应该要以伊斯兰的教育为主 比如说 针对纳吉的特色他讲说 这些特色的东西 其实不应该由这个王室来决定 他的意思是这样哦 不应该由王室来决定 应该是由受害者的家庭来做出决定 所以他对很多东西都从伊斯兰的这个角度来出发 但问题并不是这样 问题并不是如此 所以伊党的哈迪奥他把这个东西 讲说明朝有穆斯林的皇帝 这个东西就讲给华人听的 他这番言论并不是讲给马来人听的 跟我刚才讲的第一则新闻 凯利的讲行动党霸权 行动党霸权50年 华人50年没有机会选择 这一番凯利的谈话是说给马来人听的 哈迪这番谈话是说给华人听的 他不是讲给马来人听的 但是华人社会对伊党是相当有保留的 所以这一个哈迪不得不佩服 他的这个智囊团跟他的这个团队 一直努力的要让非马来社会接受伊党 告诉你说其实你们不用担心的 你们不要对伊斯兰觉得陌生或者是害怕 因为你们的老祖宗之前就曾经有过一位 穆斯林的皇帝